哈囉大家好 我是思佳 今天非常的開心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的真人真事的經驗 床對我而言很重要 因為我會在床上看電視 滑手機 我在睡前會需要一段很長的準備的工作 躺在床上的時候呢 我就會需要很多這種枕頭 墊在頭上 墊在腰後面 墊在背後 去自己打造一個適合我的角度 可是呢每一次到這樣的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人會有什麼肩頸痠痛啊 或很多地方不舒服的感覺 因緣際會 我看了我的好朋友 他在睡一張電動床 然後我以前對電動床有很多迷思 就是我覺得他是不是 比如說佛邪行動不是很方便的人 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人 好像不是那麼適合年輕人的感覺 因為我必須要說 每個人對於床的軟硬度啊 感受都是不同的 我老公是偏愛比較軟的床墊 而我是不能睡太軟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腰 很多的女生會有腰的問題 然後呢我到了回家睡覺去 試躺了很多張床 我就開始發現 原來睡覺有很多的學問 原來一張好的床墊 真的可以讓你在睡眠的品質上 達到不同的效果 在我大概躺了20幾張床之後 我終於呢選到了一張 我跟我老公都很滿意的 雖然我們還是可以睡在同一張床上 但是我們可以各自擁有我們自己喜好的軟硬度的床墊 我們下次見喔 走吧 經過了我五次到門市的市場之後 我終於做出最艱難的決定了 沒錯 到底我的夢幻床墊會長什麼樣子呢 請大家拭目以待 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回家睡覺竟然有一條龍的服務 就是呢幫你拆檢你原本的舊床 搬運包裝全部都可以幫你服務 再來呢就可以幫你把這些舊床處理完了之後呢 你的新床就可以放在於你想要放的地方啦 來賓請掌聲鼓勵我的床裝好了 你們看一下 這一整個拼起來的是兩個單人床的夾大 這個床頭的部分呢也是我特別去挑選的 他們家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我的床框呢是選了一個玫瑰巾 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跟我室內的設計的布置不會相差太遠 兩張床呢功能不太一樣 我先生的床呢是搭配按摩的功能 我的是遠紅外線 我先生的這個呢還有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它有記憶功能 所以呢你可以選擇三個你最喜歡的模式 譬如說你可以有追劇的模式 你可以有打電動的模式 你可以有放鬆的模式 所以每個人呢都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把它拼在一起 我現在躺的這個呢是我先生他去挑選的 他自己喜歡的一個軟硬度跟材質 你看喔我現在可以做到這麼的停 然後我也可以讓它這樣下去 喬一個任何你想停在哪就停在哪 腳的高度也可以隨我調整 最棒的是massage 按摩 可以耶 最早的話先不要叫我 好 師傅 為大家隆重介紹一下 我為我自己精心挑選的 這一床 遠紅外線功能的 女生最害怕的是什麼 手腳冰冷 復刻毛病 而且我的工作呢高跟鞋穿的非常的多 所以身體的循環度也太重要了 最棒的是它這個整個床的這個高地 你都可以去做到一個調整 所以它會有一個這個凹槽的感覺 女生最容易痠的部位在腰部 而腳呢整個有這樣拱起來的感覺 讓我腿部的血液循環呢 不會有水腫的問題 再搭配遠紅外線 所以呢我整個人在睡前呢 就可以完美的放鬆了我的身體 最棒的是 當你昏昏欲睡的時候 我們這個有一鍵還原 是不是很讚 然後再起來 馬上又回到一個 追劇神器的角度 太舒服了 而且還有溫度 震動的強度可以調整 所以呢我跟我老公兩個人就 各自選擇了我們心目中 想要的需求 最棒的是兩個人不用吵架 不用互相迁就哦 我們可以在這個床上 各自選擇自己喜歡的高度 你的角度 順便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因為配置了這個電動床之後呢 我選購的枕頭 往後靠的時候這個肩膀 到脖子的這個角度 就是一種很自然放鬆的 不用再像以前一樣脖子要出力了 整個都是清水棉的一個材質 雖然非常非常的透氣 有一個很完美的電動床 再配上一個很完美的枕頭 全配的人生就是這麼樣的美好